大家好,我是三哥 2024年房价没有专家所预想的那样 房价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挥暖和涨价 反而很多城市开始下跌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北方的第一大省会城市 刚过一年房价又下跌了 但是房价下跌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但即使是这样 现在的房价基本上也已经回到了最高房价 差不多60%这样 大概是在1617年 这边的房价应该是在27,28,000左右 最好的黄金地段的房价已经超过了35,000 而现在房价已经跌去了40% 差不多就这样 现在大概也就是在1万大几 小2万 普通房价大概就是1万多 1万大几左右 那即使现在这样的房价 我认为现在的房地产商 或者说现在的房价 还是属于一个超级暴利的行业 那么曾经呢 在网上有一个房产专家计算过造房子的这个成本 拿地的话大概应该是每一瓶大概是500元 归到这个房价 从这个材料到人工到建造的话大概需要1000元 而且这个条件呢 还是在一个北方的省会城市 基本上从拿地到建房需要1500元的成本价 如果是像南方沿海城市房价比较高 人工比较贵 大概就是差不多2000到2500元 已经足够了 就算是像北京上海深圳差不多房价 也就是成本价在4000左右 不超过5000 但是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房价 如果不算现在是房价下跌的情况下 像北方这几大省会在过去5年前 也就是房价最高的15161718 这4年的房价均价大概都已经突破了25000 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成本价的10倍 而现在呢 房价已经跌得不成样子了 很多开发商在现实或者网上纷纷喊负债 甚至是破产 那么即使现在房价较过去下跌了可能40% 甚至是50%的情况下 那么房地产行业它绝对绝对绝对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它的这个房业的利润甚至超过了烟草 超过了石油 这些行业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过去20年 房产对于咱们国内的经济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而且是积极向上的一个推力 但反过来这些推率是哪来的 是通过利润来的 只有极大的利润才能推过 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数据 那么这些利润充分就显示了房地产这个暴力行业 对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北方最大的省会城市 现在的房价已经跌到原来的60%左右 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而很多房企就开始哭穷卖产 说房子房价支撑不住了 已经开始亏的亏的已经不行不行的了 银行的钱还不上了 其实这都是假象 完全的假象 那么包括为什么首付之前是定在30% 因为30%其实就已经足够开发商去建这些房子了 这些30%就是整个成本价可能还要剩 结果呢 很多很多房奴交了首付 又不停的在银行贷款 偿还十年二十年 甚至很多年龄比较大的人买了房子 说句非常难听的话 到没有的人不在那一天 房贷可能还没还完 这就是现在我们房地产的悲哀的地方 那如何能让房地产正规的 科学的 合理的走下去呢 那么我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价 降价会同时解决很多问题 第一个 就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卖不起房子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解决了长期贷款 还不起贷款的问题 第三个 有可能会很好的解决断供的问题 第四个 那就是化解这个生活上的矛盾问题 否则很多人买房子都买不起 谁还愿意去上班打工创业 这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一个 这个想法 欢迎大家评论